女明星离了婚,却依然是香菠菠,因为她们依然魅力四射 1.朱丹 朱丹曾经与大学男友闪婚,两人相识六个月就结婚了 2007年她离婚了,却成了一个香菠菠,桃哲对她青睐有加 周一为对她一见钟情,一堆男明星在追求她 2.梁洛诗 梁洛诗和富豪李泽凯分手之后,获得了天价分手费 现在生活无忧无虑,她却无奈感慨,年纪轻轻过完了别人的一生 3.张语气 自从张语气和王全安离婚了,她的曝光率更高了,人气飙升 现在更是嫁给了高富帅元八元,婚后十分幸福 4.李湘 2005年,李湘高调宣布结婚,嫁给了富商李厚林 当时李湘嫁入豪门风光无限,但是一年后惨淡离婚 后来李湘嫁给了王月伦,两人频频综艺节目秀恩爱 王月伦说,遇见李湘是一辈子的幸运 5.王妃 1999年,王妃和窦为婚姻结束了 王妃成了香波波,谁更娶到天后呢? 王妃嫁给了男性李亚鹏,李亚鹏惨被说吃软饭,后来王妃和李亚鹏离婚 2014年,王妃携手谢霆锋上演世纪大复合,两人分手已经11年了 6.张伯芝 自从张伯芝离婚了,就一直绯闻不断,时不时传出和小鲜肉的恋情 曾经被拍到与富商一起吃饭 不知道张伯芝什么时候找到幸福 能不能发生啊? 自从长伯芝离得了 不断 你们有点重复 就